HELLO 大家好我是影秋霸大玩這款遊戲叫做六個晚上就會死掉 這是一款第一人稱的心理恐怖遊戲 你是一個酒吧的女服務員凱倫 你將不得不調查你在日常工作時工作的酒吧裡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這看起來是中邪了是吧? 所以酒店有鬼喔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你好啊老哥,你是我老闆嗎? 好吧凱倫,讓我們看看你的能耐,我要你給我倒一杯啤酒 這遊戲有中文耶,好棒喔 TAB是我們的杯包 看遊戲就這樣直接開始了,一點遊戲說明都沒有嗎? 玻璃杯 然後放好嗎? 放著 放著 老闆我要放哪裡啊? 找不到啊 喔有了有了,啤酒啤酒 哪一個是啤酒啊?番茄醬嗎? 那裡有啤酒喔 喔這個嗎? 喔這邊啊 拉格啤酒 有了 然後把這個啤酒 拿給這個光頭 好不好,不是光頭 你好 給你 怎麼給他呀? 這個嗎? 有了 然後跟他交談 現在你要給我調雞尾酒,我要金湯麗酒 什麼意思? 好,我們就照著這個發光的杯子點 不需要動腦吧 補品耶 喔金粒湯是不是 調好了 然後把它給他 欸還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交談 看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終於給我拿一杯拿鐵了 還要給他拿鐵 看這男的有病是不是 等咖啡沖泡 拿去啦低能兒 放在 欸? 他旁邊怎麼有一團黑銀啊 老哥你是鬼喔 沖泡區,裝牛奶 放在杯子裡 等他打奶泡 好了,奶泡打完了 然後加到咖啡裡面 把飲料給他 怎麼這麼黑啊 他說那個人不見了 我們要去找到他 超黑的耶 沒有手電筒 欸? 什麼意思? Wake up body Wake up body 所以我做夢 啊,剛是一場夢是不是 非常不明所以的開場 我的名字叫做Karen 我是一個26歲的女孩 過去四年 我一直在酒吧工作 最近我老闆喬斯 不得不出差 從那時候 我就一直在經營酒吧 幾天前 我開始在晚上做噩夢 睡不好覺 是一個做噩夢 然後不斷會夢到我在工作的遊戲 看太可憐了吧 連睡覺都要工作耶 這只是一場噩夢 我得起床了 我要去上班 先拿手機吧 沒錯 拿著鑰匙去酒吧 鑰匙通常會放在這邊 OK 直接可以去酒吧了 我先參觀一下 啊,這個是我們之前玩那個 有一個爭執的遊戲 對不對 沒錯,結果 這個房間我們也是看過很多次了 走囉 走開啊 喔,我要先抓住門 我才可以開門喔 好啦 看起來我住在一棟公寓裡面 還滿大間的 去酒吧 先找到電梯吧 去這裡嗎?沒錯 抓住打開 OK 我也沒有車 還是我就住在酒吧旁邊 上面寫什麼 天香樓耶 聽起來澀澀的 我想往這邊走 啊,是前面這一間是不是 他寫的六個晚上耶 應該是這個啦 六個晚上酒吧 聽起來超爛 關燈了 我必須打開總電源 我最好打開手機的手電筒看看 手機的手電筒 怎麼開 啊,有了 這個燈光 有跟沒有一樣好不好 還是超黑的 找到了 輕輕鬆鬆 好耶 把手機放在儲物櫃 欸,剛剛畫面卡了一下耶 幹,有鬼 等一下,前面有鬼 儲物櫃是哪一個 這可以玩嗎? 不行 可惜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廁所 那這一間應該是 南廁 欸,這什麼 小心地滑 好的,我們先找到 員工休息室啊 應該是在 後台 員工休息室 沒錯 置物櫃 怎麼不能放啊 這個不是我的置物櫃喔 這邊 我是中間這一個 我們要先記一下 打開門前 打開前門開始服務 前門 這邊 是嗎 照顧好客戶 我們要開始接客了 欸,我比較想知道 這個音樂可以關掉嗎 我怕有版權耶 還是不會有版權 你好,克蘭 今天想喝什麼 你好,我想點幾杯飲料 你要哪一種 瑪格麗塔 然後他要黑啤酒 瑪格麗塔 這殺小 我怎麼知道瑪格麗塔是什麼東西啊 哇哩 蛤,我要怎麼辦 它上面會血啦 沒事啦 瑪格麗塔 不管了 我們隨便做 你喝檸檬汁就好了 好不好,檸檬汁 然後 加點冰塊 檸檬汁加冰 好,然後拿個杯子 好 好 拿去啦 喔 還不能亂給耶 哭啊 真的是哭啊 一個龍蛇蘭加0.5的橙皮 啊,我懂了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應該是要用這個 完整的嘛 然後加進去 喔對啦,OK我懂了 然後檸檬汁是一半 檸檬汁是一半 丟進去 然後拿起來 欸 那怎麼拿起來 碎冰不會需要我丟進去吧 完了 碎冰啊 我懂了 我們要先加碎冰 哭啊 真的是 好,謝謝你 全部重做了 真的 真的恭喜你 檸檬汁 好 龍蛇蘭一半 龍蛇蘭是完整 甜皮是一半 是這樣嗎 欸 我的碎冰呢 喔這邊 有了 啊 這樣子啦 我終於懂了 哇靠 遊戲進行十分鐘 我終於知道 飲料怎麼調了 然後我有預感 我應該會做很多杯的飲料對不對 完蛋了 我要做超酒 欸唷,兩個8加9進來的是怎樣 欸 死猴子你要喝什麼死猴子 一臉就通氣飯 你要什麼啦 給我兩杯咖啡 一杯黑咖啡 和一杯冰咖啡 一杯黑咖啡 咖啡怎麼弄去了 一杯黑咖啡 拿去 然後一杯冰咖啡 這是誰打開的啦 煩死了 冰咖啡的話就是咖啡加冰 OK,咖啡加冰 加冰 完美 拿去 這個就簡單多了 啊,謝謝老哥 不然我真的會調到死掉 下面一位 在幹嘛啦 睡覺是不是有客人啊 喔來了來了 又是兩隻死猴子 這個看起來是有健身的猴子啊 好不好 死光頭 你要喝什麼光頭 能給我拿瓶啤酒嗎 一杯淡啤酒 血腥瑪麗 血腥瑪麗跟一杯 欸,他剛剛說什麼 黑啤酒 他剛剛說什麼啤酒啊 忘記了啦 哭啊 沒關係,我們隨便裝一杯給他 血腥瑪麗喔 血腥瑪麗喔 1.5的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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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怎麼變成1了 啊,再加1.5,OK 1.5的福特加 加番茄汁 塔巴斯科檸檬汁加冰 塔巴斯科 塔巴斯科是這個喔 這到底是什麼 辣椒醬 血瑪麗 好的 給你 還有沒有客人 快點 我已經不耐煩了 喔 等一下 這一組客人 有料 你要喝什麼 美女 您好 幫你拿兩瓶啤酒 我還要一杯大都會咖啡 好極了 兩瓶啤酒 還有一杯大都會咖啡 還有什麼嗎 不用了 好 好 兩瓶啤酒 應該是這個 這個嗎 沒錯 大都會咖啡 請問一下 什麼是大都會咖啡 是最下面那個嗎 翻譯完全不一樣耶 是這個是不是 喔 傻眼 我他媽做了第三種才對 OK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女的 我總有一天 一定把她揍死 現在是打烊時間 趕緊滾 清理桌子 看自己喝完酒 是不會把酒瓶丟一丟是不是 是啦喔唷 真的是想被我揍 真的是想被我揍 拖把在哪裡 這邊 他不是叫我要拿拖把嗎 請問一下為什麼拿不起來 啊 他的拖把是抹布喔 我要用手插喔 好棒 廢物耶 這些客人超級沒有良心的 這不會隨手拿去回收 廢物 一群廢物 一群廢物 好了吧 這剛那個女的喝的啦 好了拿起電話回家 終於可以下班了 超級可悲 要是我一定第一天就辭職了 拿電話 然後拿鑰匙 我不要持續這樣好幾天的生活吧 不要啦 老哥 我其實已經想結束這遊戲了 已經晚了半小時了 你們知道我調多久 我昨天沒關燈嗎 準備好將手機放在儲物櫃中 好的 老哥 老哥你誰 老闆 你好 晚上好啊 旅途如何 這裡一切都好嗎 我可以順利的運行 明天我想跟你談談 你可以告訴我所有細節 但現在我回家了 要滾快滾啊 浪費我時間 白癡老闆 真的是白癡老闆 我手機怎麼 我還要掏出來我才能放欸 你不是要回家了 吃我的抹布 拿不起來算了 把它關在裡面 好 晚安 老闆晚安 打開前門 這不是昨天那個臭錶 不是 昨天那個美麗的客人嗎 點什麼啦 晚上好 一切好嗎 我最近很忙 你想喝什麼 兩杯咖啡 一杯冰咖啡 一杯拿鐵 好一杯冰咖啡 冰咖啡 這個我熟悉了 拿去 然後是拿鐵嘛 拿鐵是加牛奶 好了 拿鐵 趕緊滾 看你就想打 真的 我現在只想把每一個客人都暴咒一堆你知道嗎 呵呵 在散步是不是 快一點 個屎阿嬤 喝什麼啦 麥芽酒 柯姆林斯基維酒 一杯 蛤 一杯啤酒 他剛剛不是說什麼麥芽酒嗎 啊現在變啤酒了 然後一杯什麼柯里姆斯 柯柯柯 柯里姆斯又是什麼啦 這個是不是 他剛剛英文好像用這個欸 1.5的松子酒 松子酒是啥小這個 1.5 1.5的松子酒 加檸檬汁 再加蘇打汽水 加冰 蘇打汽水在哪裡 嗯 蘇打汽水 什麼是蘇打汽水 這個嗎沒錯 蘇打汽水 加 加啥 冰 喔 OK 拿去 然後他說麥芽酒 麥芽酒是什麼 啤酒嗎 隨便 先坐看看 好 你們可以滾了 欸他也不讓我出去欸 他也不讓我出去欸 敢想說是偷看他的裙底的 哭啊 連門都不給我出去啊 太難過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坐 對先坐 先預熱好不好 先預熱 客人來了 就給他們吃昨天泡的 來啊 一群低能兒 趕緊的 怎樣啦低能兒 給我安排一瓶啤酒 阿曼達想嘗嘗馬 瑪格麗塔 好的馬上準備 冰的啤酒 喔這個男生簡單多了 恭喜你 然後瑪格麗塔 瑪格麗塔是龍舌蘭加 呃 陳皮田 龍舌蘭 加陳皮田 半 好一半 然後是檸檬汁 檸檬汁啤酒跟碎冰 檸檬汁拉格啤酒跟碎冰 檸檬汁 拉格啤酒 欸 滾 這飲料波蠻大的 這遊戲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做飲料 然後每次來的客人都是兩組 哇 怎樣吶 喔那個是喬系的老婆欸 巴斯坦咖啡是什麼 蛤 是這個冷酷的 傻蠻傻嗎 冷酷的傻蠻傻 蛤 然後你跟我講不是誰杯 這個嗎 那個翻譯能不能翻清楚啊 煩死 滾啊蠟筆小心 現在是打烊時間 扔掉垃圾 哪裡 你說把老闆扔掉嗎 好啊 在這邊欸 垃圾 OK 拿去哪裡扔 拿去後面扔 老闆垃圾桶 在哪裡 這邊 他怎麼把我門關起來啦 怎麼這麼黑 欸 欸 燈好像滅了我把它給你 你最好讓手機亮起來 我看不到啊 我看到了 手機打開 開燈 我剛剛好像看到有一雙眼睛在看我是不是 好了啦 把燈 把燈打開 後面有人是不是好開心喔 回家吧 好啊 不要再讓我做飲料了 我想看一下這遊戲的驚嚇點跟劇情了呀 我不是來做飲料的呀 傻眼欸 現在是怎樣啦 幹 門都給我關起來了 什麼意思 他把門鎖起來 我要怎麼去酒吧 問他喔 對啊 這哪裡啊 欸你怎麼在這 看他 看他有病耶 他已經很明顯有病了你知道嗎 我好像只能跟他對話了 來對話 你還好嗎你在這裡做什麼 謝謝你耶兄弟 所以剛剛那個不是我 真是一場噩夢 他是不是真實了 我不能再去睡下去了 我去做夢啦 燈亮了 喬希一定來了 喬希 在哪呢 晚上好 黑夜 你對黑暗怎麼看你還好嗎 我當然很好 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現在我明白了 也看到他們周圍的惡臭 你說的話毫無意義啊 你想回家休息吧 神經病 真的是有毛病 好 打開前門 啊你怎麼一個人來啦 單身狗是不是啊 跟我一樣可憐 你叫馬克帕克喔 你在找喬斯 欸 喬斯不是我們後面那個白癡嗎 嗨你好 我是凱文 喬斯現在不在 他不舒服回家了 我必須跟他談談啊 我告他去 哥倫比亞找東西 這個人非常危險 你給他留個 留個口活嗎 我會告他你在找他的 非常感謝 滾 怎麼不要打開盒子 喬斯不是在這嗎 沒有耶他走了 早上好 剛才離開的是誰 我不知道 喬斯不在這 怎麼每個人都在找喬斯啊 一杯拿鐵和愛爾蘭咖啡 拿鐵 拿鐵我記得我已經泡好了 欸 看誰偷我的牛奶啊 傻眼 清潔水槽地板 感覺應該是要拿拖把 沒有封嚇 什麼 誰樣呢 突然這麼大聲 零洞現象 這裡發了什麼 我要蒐食爛攤子 零洞現象 還要我自己清理喔 乾淨的酒吧 打掃完廁所再回家 怎麼突然變了清廁所了 客人的尿尿 要幫他親這些客人的尿尿 這根本就是什麼打工模擬器啊 哪是什麼恐怖遊戲 哪裡恐怖了 哇靠 從頭到尾都會做飲料跟掃地板耶 怎麼那麼可悲啊 真的不是我要抱怨 我買了一款遊戲 然後你叫我來做這些 幹 打工的事情 你不覺得很幹嗎 我是來看恐怖遊戲的好不好啊 外面是怎樣啊 你誰啊 最好檢查一下開關 燈是紅色的 沒道理啊 好啊 好可憐 欸你不會跟我講我遊戲當調了吧 沒事 嚇我一跳 哇 如果遊戲當調可能比那個鬼還恐怖喔 真的我要全部重新我真的會崩潰 我感覺這一款有點在學那個我們之前玩過的便利超商 7Rs團隊製作的對不對 那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在那邊敲 欸不要亂講話 在那邊參考是這樣 好煩喔 好煩喔 我已經感受到滿滿的厭煩了 我已經感受到滿滿的厭煩了 門是鎖著了怎麼回事 欸有鬼欸好棒 我們趕快結束這場噩夢 直接衝過去 打一架啊 會怕是不是 人呢 嗯 怎麼過不去啊 破爛驚嚇天 破爛驚嚇天 以後觀眾推薦遊戲真的是要慎選好不好 挑這什麼大便 抱歉 好玩遊戲 欸好玩遊戲 奇怪喬士不在 不關我的事啊 還是他的頭被塞在裡面啊 沒有 可憐 瑪格麗特 龍色藍啤酒 龍色藍酒 檸檬 橙皮甜 橙皮甜 加檸檬汁 檸檬汁 加碎冰 啊不是血瑪麗嗎 啊不是啊血瑪麗 靠呀我看錯 啊我已經做到有點 荒神了 要瘋了真的 好滾 我想請問一下 我還要做幾組客人 我才能夠看一下這個遊戲的主線劇情啊 我到現在好像什麼都沒看到對不對 真的好可憐 又是這個屎阿嬤 那你們整天喝酒是想怎樣啊 給我一杯什麼冷麵沙和啤酒 冷酷的沙曼沙跟啤酒 去死一死啦真的 打烊時間 加住冷卻器 這是什麼 蛤 要補貨喔 我怎麼知道去哪裡補貨啊 這門是鎖的 燈好像滅了 我要先找手機 然後開始補貨 欸沒有先開燈 等一下後面又有一個鬼了 重新加住冷卻器 應該是要拿這個啦 拿這個去補貨啊 OK 這個是 汽水 然後這個是 呃補品 這個是 可了 好 完成 那是什麼尖叫聲 這看起來不一樣尖叫聲吧 這是怪物了吧 哪裡 哪一間 欸 喔 消失的馬桶 太厲害了 我要去哪裡檢查啊 你好 喬斯死了 欸我老闆死了欸 終於可以下班了各位 太爽了 然後他的屍體這樣不見了 把燈打開 好 電燈也不見了 看起來終於可以開始 我們主線劇情啦各位 高歌梨 有東西在靠近 我最好堵住門 我要怎麼堵住啊老哥 這個是不是 喔 這樣子 不能移了嗎 很嗨喔 很嗨喔 我被抓走了 不會吧 我不是要重新這一天吧 喔沒有是一場噩夢 嚇我一跳 差點以為我要重新玩那一天 不是欸 怎麼又要去酒吧了 又要去調酒了 不要 我不想玩了 我真的不想玩了 你們知道一款恐怖遊戲 最忌諱是什麼嗎 最忌諱就是玩家開始不耐煩的時候 通常這種時候不管放什麼東西 都不會再感到恐懼 好不好 看起來喬斯沒來 幹我屁事啊 他不是昨天就死了嗎 不對那是一場噩夢 好我了解了 把燈打開 把手機放在儲物櫃 每天都在做著一樣的幹事 我希望今天是我們調酒的最後一天啊 如果再調我真的會揍人 一樣我們先泡個咖啡 什麼鬼 傻鬼 出來打一下啊 趕快進來打一下 啊 冷酷的沙漫沙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冷酷的沙漫沙 狼母酒 狼母酒加咖啡牛奶睡邊 來喝啊低能 爆 你還好嗎 沒有那個反應 你要喝什麼 拿鐵跟愛爾蘭喔 拿鐵跟愛爾蘭 拿鐵 拿去 愛爾蘭基老咖啡 恩 愛爾蘭基老怎麼泡去了 威士忌 拿錯了 凱倫 凱倫請把我的口信轉給喬斯 已經好幾天沒有見他了 他也不接電話 對的 我還做惡夢 夢到他死掉 我想喬斯可能已經打開盒子了 我希望知道是哪塊石頭 明晚在門口等我 戴上這個護身符 也許我有用 再見 不對啊 這個護身符的情節不是跟我們那個嗎 奇拉斯那個便利商店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有一個阿嬤給我護身符 幹這也抄得太明顯了吧 有沒有玩過那款遊戲是不是 凱倫 我已經不想看了你知道嗎 幹超多的 還有世界性的 打烊子監 啊 辦公室鑰匙 謝謝 應該是一開始那個打不開的啦 手電筒耶 加油站硬幣耶 查找硬幣的使用位置 加油站是這個 一開始看到的是不是 那個嗎 隱藏的房間 是喔 好棒喔 前面那個怎樣 拍A片的現場 嗯 對耶 所以是我們老闆綁架 衛神年少女在那邊拍奇怪的東西 拍抖音 就是馬克說那個盒子 他打開了 最好馬上離開酒吧 這什麼 這什麼 滾出酒吧 喬斯怎麼在這 不要理你 表現不行耶 哈哈 理一下好了 怎麼回事啊 這裡是我們自由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 但我們就離開這裡 我哪裡也不去 快跑 快跑 看不到耶 好黑喔 幹這也太黑了吧 走跑 被抓走了啦 凱倫不在 我最好去酒吧找他 所以這個馬克是 去那個長相八下九的猴子嘛對不對 去酒吧找他 好 太黑了吧 手電筒呢 唉唷 打開了 酒吧裡沒有燈光 這次我是有備而來的 替你在放屁 阿你剛剛不是沒有手電筒 怎麼突然多一個手電筒出來 找到那個白癡 他應該是地下室吧 嗯 你在這邊幹嘛 他胸前這是什麼 蛤 他胸前這一塊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我來完了 他已經中血了 我必須想辦法控制住這塊石頭 找到石盒 石盒應該是在地下室那一個 整個遊戲完全沒有任何一丁點的緊張感 沒有發現嗎 蛤 石盒 只要塗上紅漆 我能夠修好它 還要尋找紅色的油漆 謝謝你 多此一舉嘛 固定員 有了 現在我必須找到那塊石頭 阿幹你剛剛是不會直接拿下來是不是 嗯 凱倫怎麼不見了 凱倫 哪裡凱倫 最好是不要一個條皮搗蛋喔 我會揍你的知不知道 找到石頭 嗯 哪裡有石頭 九頭咧 石頭 石頭 不會藏在裡面吧 傻眼 完啦 九頭不見了 他在看我耶 他在提示我的位置是不是 找到了 石頭 石頭 啊 他這個大字型在那邊睡覺是怎樣 呵 他似乎還活著 醒醒啦凱倫 起來咧 你還好嗎 我想你的護身符救了我 我會把石頭搶起來 但我拿起他石 石體就會過來找我 待在這裡 很安全的 我是覺得我也要死了啦 把石頭放進盒子 欸幹前面有鬼耶 等一下 等一下前面有鬼 啊這邊是要怎麼辦 躲進浴室 走了嗎 這是我見過最無聊的追逐戰之一 欸幹怎麼又是你啊 傻眼 我是覺得我可以 以形換位 蛤 欸我好像被抓了 他從這邊來嗎 跟各位秀一首 秀一首 先把他引過來 好咧走囉 再見 呵呵 根本就不用躲好不好 等一下 我不是要先躲進浴室 然後我才能夠過來這裡放石頭吧 因為我沒有照著他的任務走 是不是 我真的是傻眼喔 超級無緣的捏 完全就是個白癡遊戲 欸一定要按照他的步驟 好啊 躲廁所也算是一種步驟啊 可以啊沒問題 好我們要先躲進去 欸恭喜 然後現在才可以去放石頭 我 他會不會在門外啊 沒有 欸他人啊 那個喜漢額不知道去哪裡了 笑死 結束了啦 對結束了 就這樣嗎 什麼意思 我不是放進去了 然後呢 可以走了嗎 怎麼沒有下一個目標啊 你不會跟我講我卡BUG了吧 沒有欸外面天亮了 所以我可以走了 不對啊我要先去救凱倫吧 凱倫 門鎖了 怎麼還有鬼啊 為什麼現在才出現 這個鬼剛剛突然繞了一個奇怪的路 傻小門怎麼打不開 相當愚蠢 走後門 好 走囉 再見 就這樣結束了 啊凱倫呢 老哥凱倫呢 他不會死了吧 忙了這麼久結果他死掉了 我感覺這個遊戲可能是有兩種結局的 一種是要把這個凱倫救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救到 我是沒有耐心再玩第二次好不好 不可能 我絕對不可能再玩第二次 這遊戲真的太誇張了 整個遊戲時長大概一個多小時 90%的時間都在做飲料 不然就是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還有什麼掃地啊 清垃圾丟垃圾 超級無聊好不好 我只能說超級無聊 沒有什麼內容沒有什麼劇情 然後翻譯也是亂七八糟 以往雖然說也是玩很多份game 但至少能夠找到他有趣的地方 這一款我是真的找不到好不好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款超級無聊遊戲 就玩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